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盛大开幕 盛大开幕期间的门票是499块钱 当然了如果说你是之后平时去的话 那么门票就是370块钱一个人 但是如果是周末接下日高峰期就又会变成499了 不过如果你是老弱病惨的话还可以打七五周 话说这个hot toys的官方旗舰店开在迪士尼里面 这要是店里面展出DC的超人和蝙蝠侠 这画面应该会很美 说到蝙蝠侠 hot toys最近就公布了全新的1比1雕像系列 叫做life size 那么这个系列的第一弹作品 就是来自于超边大战的重甲蝙蝠侠了 这个蝙蝠侠真的是屌爆 全高将近2.2米 这绝对是要摆玩具先买房的节奏 而且之前1比6版本的重甲蝙蝠侠 它的嘴部造型一直为玩家所诟病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1比1的嘴部造型的话 就可以发现hot toys其实并不是不能做好 只不过就看它想不想做而已了 尖 坚帅 另外呢 这款1比1雕像 它的售价也是非常惊人的 在塞的时候官网上呢 它的售价高达8000美金 那么人民币呢 将近就是53000块钱 同时呢 在这个官网上也是支持分期付款的 现在买个玩具都要分期付款了 我出坑好不好 随着这个美国队长3上一日期的临近 hot toys呢 也是不遗余力的公布了其中的人偶 最近呢 就给我们带来的这款 美国队长3里面的 美国队长9.0 没错 这个已经是hot toys呢 第9次去制作美国队长的人偶了 那么很多人呢 可能认为 这款美对3的造型啊 相比于富联2来说 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 有很多小细节呢 还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这次的美对3的美国队长 他的这盾牌啊 是摒弃了富联2的磁铁结构 改成了这个皮带式的老式盾牌 我呢 还是挺喜欢这个改动的 同时呢 这个美国队长还有个最大的卖点 就是在于 他加入了可替换的面部表情机构 这个机构呢 和之前的蝙蝠侠系列 也都是一样的 我很喜欢哦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这次的美对配件里面 我们欣喜的可以发现 他居然附带了一个 破损的插骨面具配件 这个算不算是剧透啊 当然了 美对都已经来了 怎么可以省得了我们 他的好机友东宾呢 没错 Hotel S呢 以于最近公布了这个 美对3的东宾2.0 那么可以看到呢 他相比于上一代这个东宾啊 整体的造型还是有些变化的 首先头雕方面呢 整体的脸型啊 没有上一代那么包子脸 而且呢 他这个头发发丝的处理啊 也更加细致 但我个人感觉呢 他这个头发 如果能采用直发的话 那么效果就更好了 而且呢 在这个机械手臂部分 他呢 跟上一代的造型是一样的 但是呢 采用了更为华丽的电镀色涂装 其实我个人感觉 他完全可以做成 像雷神3.0那样子的包胶嘛 现在做成一个关节外度式的 可动性呢 也没有提升多少 所以说呢 我还是希望东宾3.0的时候 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包胶的手臂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次东宾的配件啊 就只有一把M249白银鸡枪 这个配件量 相比于东宾1.0来说啊 真的是相当的寒酸了 要不你们去买1.0吧 搞不好会涨哦 那么这个美国队长的官方定价呢 是1330块钱 东宾的官方定价呢 是1280块钱 各位呢 如果想预定的话 可以去翘一炸 也是魔玩俱乐部预定 预定链接呢 就在这个视频简介底下 你们去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帮我掏恶名字 有优惠哦 另外呢 在之前HOTOS公布的这个 每对三人物预告图里面 我们欣喜的可以发现 还有一个可动版本的马克46 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啊 就是合金压注版本的马克46 对不对 因为之前呢 HOTOS就只公布了一块 半可动的马克46 那个我真的是 不想吐槽啊 其实大多数人都等这个 合金压注版本啊 目前它官图还没有出 让我们去期待一下吧 我个人呢 还是很希望它可以做出 全身发光机构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 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 哎 说到这个钢铁侠和美国队长啊 海之宝呢 就于最近公布了 它这个全新的 一比一真人道具系列 那么第一单呢 就是这个钢铁侠的头盔 以及这个美国队长的盾牌了 这二者的一个造型啊 都还算是比较还原电影的 同时呢 它们的价格也非常亲民啊 只要99店 99美元 预定出货日期呢 是2016年的9月份 各位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可以买回来 把玩一下啊 因为我觉得 相比于市面上的一些 动辄到大极限的真人道具来说 这两款 还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不过这个头盔 我应该还是戴不下吧 啊 终结者这部电影啊 绝对可以算在上的经典了 那么它的一个周边产品呢 也一直都是炙手可热的 Hot Toys呢 就于近日公布了这一款 T800终结者骨骼的1比6人偶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这款人偶啊 它是终结者创世纪里面的造型 贴合现代人的审美呢 做一些修改 所以说如果我们和老的版本 T800股价进行一个对比的话 就可以发现在部分细节上面 它们是有不同的 那么之前呢 我也在微信公众号 涛哥测评上面 发起了一个投票 你更喜欢哪个版本的造型呢 可以看到大部分你有啊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新版本的造型的 那么这次T800终结者骨骼呢 它附属了一把粒子步枪和地台 但是呢 很可惜 它似乎没有附属于可动手掌 而且 它并不是合金材质 是一个塑料 电镀的 相信听到这里 广大没有人心里面 应该都量了半截吧 这款T800的稿币定价呢 是1530块钱 那么估计大陆换算过的预订价格 应该会在1350块钱左右 如果各位想要去预订的话 老规矩去翘金杀 预订链在视频简介里面 你们点一下就可以了 帮我名字一样优惠哦 另外呢 《银河护卫队2》 也于近日正式开拍 从官方公布的这个开拍照上面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萌萌的小数字呢 绝对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了 这部电影呢 定档于2017年的5月5日上映 话说HOTOS 你什么时候把JUX给我们出了啊 老子四缺一很不爽啊 那今年过年的时候呢 我顺道去了一趟香港旅行啊 而且呢在那里我看了《死士》这部电影 那么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 这部电影呢在大部没能上映 所以说我去香港看的时候还是挺激动的 然后买电影票的时候呢 发现这全是一部三级片 同时呢你进场的时候 还需要出示你的身份证 还真的是挺严格的 没错 相信听到这里呢 很多聪明的朋友们应该已经猜到了 对 这次呢我要给你们介绍的玩具 就这一款HOTOS的COSE BABY死士 在这个包装盒方面呢 可以看到这次的这个死士采用了一个透明开窗式的包装 那么它侧面呢有这个Deadpool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这个上面图案是一个亮光的 这点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背面呢都是采用一样的那么顶部呢是这个样子 是死士的标志 底部呢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和名文了 简单的开包后呢 就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吸塑包装就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玩具比较简单的嘛 并没有附属一个说明书 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死士的主体方面呢 可以看到整体的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这个眼神啊 真的是非常蒙健蒙健的感觉 那么作为一个COSE BABY呢 最大的卖点自然就是这个可以摇头的这个bubblehead的一个机构 里面有个弹簧对不对 摇一摇还是挺可爱的 那么它整体呢并没有其他的一个可动性 我们撞到后面来看一下 后面呢就是背着两把刀 当然一把刀呢已经抽出来了 那么可以看到在侧面呢 这个头后面这个小啾啾啊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机构 话说在电影里面这家伙的表现真的是 哎呀全片里面不知道说了多少个发刻啊 这个腰上面的这个小细节的腰带刻画也还不错 底部呢大概就这个样子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手上面这个刀啊是可以取下来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刀有点松了 还是给它插回去好一点 那么这款玩具呢 它的一个官方预定价格啊 其实是90块钱左右 但是呢我现在购买的呢 是一个香港会场的一个快货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是比较贵的 目前的淘宝上呢 大概是在150块钱左右 所以我建议如果不是特别有爱的朋友们呢 可以等等国内大货到了后再去吃鲜 另外呢我最近还入手了一款非常好玩的玩具啊 那么就是这款SHF系列的李小龙 这两款玩具搭配在一起啊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 不信我给你们看看我在play玩具控这个APP上面 所发布的一些图片吧 OK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次磨玩分分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把它推荐给你的朋友们 拉他们一起来入坑 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微博 与我一起探讨 最后不要忘了订阅这个频道啊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最近呢我是到了很多朋友们都疑问啊 那么都是问我 什么时候做这款1比4马克43的测评 那么其实呢 因为这次我要做一个双语评测 所以说在英文测评稿的翻译进度上 拖慢了很多啊 所以你们耐心等一下吧 我估计怎么着半年内应该能把这个测评给憋出来吧 我估计怎么着呢